本局16日22時取決後報案 已有一名泰國籍外僑遭傷害致死案件 本局後報後為求慎重 立即整理專任小組 並報請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經專任小組尋現追查 於公管鄉福青村一間民宅 查獲兩男三女預期居留泰國籍外僑 另有兩名男子趁戲逃逸 經警方帶回訊訊 於其中一人手機內發現 僵死者來死的照片 死供出名為阿波的同鄉男子 因與死者細故發生爭執 將被害人傷害致死 並經一名台籍鄧敬男子 行住將屍體掩埋 警方將五名男女待案偵辦 帶同犯嫌至公管鄉山區 將被害人屍體取出 主嫌阿波及另一名在場人 自知法往南逃 於19日午時許返回住處 經警方前往逮捕盜案 本案先依傷害致死 及毀氣屍體罪嫌 移送台灣苗栗地方檢查組偵辦 並持續積極 將涉案的鄧男查期到案